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头 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曾经当时算一个比较大的新闻 其实当时我注意到 这个新闻本身在媒体的探讨当中 并不是那么激烈 原因很简单 它作为这个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实体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它的货币理所应当 是在国际范围内有着它相应的位置 但是比较特别的就是 它并没有引起反响 是人们在国际社会当中 它并没有主要的国家 并没有把人民币当成真正的主要的货币来对待 在我看来其实是有这个成分的 一句话 它占有的比重的额度 并不是想象的跟第二大经济体那么相匹配 当然在非洲可能它人民币我们看到的它的力度就更高 但是作为相声相克道理 在这个坑截上 在中国的经济全面走向衰败走向萎缩的坑截上 货币却进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那它的流通性就会更强 它的国际性会更强 那作为一个独裁的制度 一个强权的制度 它的整个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本身 是强权的 不是流动的 不是开放的 不是这么一种一切都是公开的 那也就变成了 自己的货币跟自己政权的制度本身是有冲突的 在过去的时间里 大国崛起的过程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就是欺骗 表面看起来的整个经济实体的那种外在 和它内在的实力中间距离有多大 这个真空地带有多大 恐怕连今天的总理都不清楚 那这种真空本身虚假的外表 包括货币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跟它萎缩的 没有力量抗争的内在的实质 中间会把整个国家拉裂的 撕毁的 货币的动荡 是在整个经济层面当中 最敏感 它的力度最大 索罗斯就是玩钱玩起来 对不对 那你甭管是对是错 它玩钱玩起来 那也 我说的意思 一个强权的政权 对自己的货币的控制力减弱 而货币本身 进入了正常社会的流通性的比重更大 也就给人家打击你的可能性更高 其实在我看来就是这么回事 那这期节目呢 因为个人原因呢 我提前做了一点 那也就 我们在星期二播放的时候 我并没有看到 星期二人民币会怎么动 和股市是怎么动 但是星期一呈现出非常大的这种波动 而过去时间里 中共政权本身的隐蔽性 也就是它经济内在的实际的情况 它的统计数据到底是什么 是个谜 而走到了今天 整个中国的经济跟世界联为一体的时候 势必对国际社会上的伤害 也是一个未知数 因为连自己到底有几碗干饭 他都不知道 那你说这干饭又拿非洲去救济起了 那到底自己能吃 还剩几碗饭呢 他不知道了 所以就出麻烦 我认为最大的麻烦就是不知道 德国之声有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 中国股灾是世界经济的毒药 德国经济学家马赛尔明确说 2016年德国的经济不容落关 疲软的中国经济以及诸多危机 将给德国出口造成负面影响 买宝马的买奔驰的 机械制造和机械本身的 现代的工业制造本身的 很多顶尖的技术来自于德国 很多顶尖的机器来自于德国 那如果作为一个主要的消费 德国经济产品的主要的消费地 它疲软了 那你说那肯定会影响 德新社引用德国经济所的研究报告讲 德国经济发展不明了 而中国的股灾更增加了不确定性 经济学家马赛尔说 中国的股灾对所有企业来说都是一剂毒药 这种动荡对全球的金融市场 以及经济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连我们现在也不知道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 关键是不知道 但大家知道影响一定是负面的 我觉得就是那些最基本的 或者说中共过去多年来那种掩盖与欺骗的做法 今天遭到报应 而在过去的时间里 茫然的只认钱什么都不管 那这是西方社会面对中共体制本身的做法 那这个做法 它自然会带来了一种报应 那让我来说 这就是报应 所以转来转去就是一个圈 那不在城市中 你就知道城市所发生的一切 无所谓 它是经济也好 金融也好 就是这么个圈 文章也提到说 目前的劳动成本非常低廉 因为我们有一百多万个岗位空缺 但是德国面临的失业率的这种低下 会出现因为上百万的难民进入了德国2015年 他说这种情况就会出现大规模的转变 对于已经生活在德国的居民来讲 失业率会继续下降 但是德国社会本身因为难民的涌入 将会出现很大的影响 那文章也直接提到说 新兴国家经济增长乏力 中国经济增长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性 而增长率本身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而包括巴西和俄罗斯 两个国家经济已经进入了衰退期 原来说的四个叫什么金砖国 金砖国现在我不知道印度会怎么样 这四个金砖国包括印度中国巴西和俄罗斯 那三个金砖已经变成了土克勒 现在看起来变成土克勒 所以这里面作为德国的经济研究所的所长 他明确提到中国的不确定性将会给德国直接带来上海 而德国的经济是整个欧洲大陆的经济的这个火车头 2016年是完全充满了风险的一年 那与此同时在周末的时候 我们知道一租宝 这件事情没完 牵扯的人太多 而大家丢掉的呢 直接是现金 玩的直接是钱 所以这件事情没完 法广讲网上融资的苦主发起了十万人上访 这样的运动 这叫运动 至少数百人已经被带走 易租宝平台在过去时间里 一共吸引了资金大概七百亿人民币 已经被查封一个月 但是没有交代受损市民的资金的去向和赔偿问题 他说至少有七个苦主维权团体发出了全球十万人 北京大集访 并传出中纪委书记王岐山 昨天开会之际涌入到中纪委和国家信访局 那中国的网媒讲说有超过六百名的易租宝的苦主 或者其他访民被带走 你去要钱去 有本事能在中央电视台大规模做广告 那背后的人 中央电视台惹不起的人 拍马屁的人 那是赵家人 当初开场子的是赵家人 今天砸场子的也是赵家人 是赵家人跟赵家人打起来的 对吧 那作为苦主 我个人觉得你就太难说了 咱们原来节目当中早就讲过 对不对 你不要信共产党 朋友们老说 哎呀共产党还做过好事呢 我不知道这个十万个苦主当中 有多少人看过我节目 又有多少人不愿意听我骂共产党 就这么点事 所以在我眼睛里 有时候我觉得都没得说 不能说不好听词 你钱都赔了 但是找好听词 我又形容不了 因为它本身就是骗局 整个中共的社会就是个骗子 那文章提到说 整个易租宝的集团董事长 叫做丁宁等人已经被抓 平台呢也已经被关闭 那据说受到影响的人是三千多人 平均每个人借款是 两千两百九十多万元 三千多人 每一个人拿出两千多万元 上等待回款的投资人 大概十五万人左右 这有一些具体数据 那这就是易租宝带来的影响 所以我的说法 易租宝能起来 背后有赵家人 易租宝给砍了 是另外同样背后有赵家人 所以这是赵家人打架 造成了社会的动荡 昨天最新的消息 中国停止互联网金融企业登记 在深圳上海北京等地 开始暂停互联网金融企业的登记 那其中上海是从1月4号 暂停互联网金融公司的注册的 那其实当时也包括一些外汇出现波动 很多人1月4号那天上外头抢美金去 都是在同一天发生的 另外北京市工商局也下发了相关通知称 互联网金融类型的公司的注册已经暂停 那这东西都是一种表象 这是个过程 那易租宝只是一个出了事情的 其实里头暗含着很多一些没出事情 而封杀这样的金融公司呢 是阻止资金的外流 阻止资金的流动 那今天主控的人手里要钱 其实你让我说很大的原因在这里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